这个韩正下令成立这个党委 又成立这个什么党支部 到达平昌第一天就成立什么党支部 进行政治学习 当时我们看到播出的一些镜头 运动员都搭在开会 台上作为派领导 下面做的是运动员和教练 这么一个政治挂帅 重新搞政治挂帅的过程 造成两个分心和分裂 分心就是你不能让运动员 集中精力去集训 去锻炼 去做准备 你要分一部分心来搞政治学习 另一部分分裂 就有些是党员 有些是非党员 党员开会的时候神神秘秘 非党员被排除在外 又造成了这个离心离德 还有一个就是占用时间 你看刚才那个开会就占用了时间 运动员又发言 教练员发言 领导在那里讲话 大家记录 这完全占用大家的时间 韩国运动员更不需要做这些事情